好嘞 各位觀眾們大家晚安 來到了我們尼路季這個2023年的正賽部分了 今天下午開始了 對 我剛剛在直播Diablo 4的時候 還有觀眾跟我說 DNA你怎麼還沒出片 欸 我不現在就出了嗎 是不是 我們還要拯救這個伊瑞納亞還是什麼 反正追著莉莉絲的屁股跑就對了 唉 算了 其實還是蠻好玩的啦 推薦大家6月6號之後可以去摸一下Diablo 4 那當然你們我知道很多人現在也是打的天昏地暗了 這都不重要 那我們來開始看正賽的部分嘛 那正賽的部分呢 因為前兩波是1、2的公職配置 所以最簡單最簡單的部分 還是我回到講那句6加成對不對 你高保妖籃 其實一保就可以了啦 那只是寶1就有些地方的傷害會有點誤差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那寶1的妖籃其實 我覺得也沒什麼好講的啦 那全加成就是長這個樣子 沒有什麼好說的就這個樣子 那妖籃附加技能基本上無所謂 也不需要 那寶1等級能拉高是最好 不高的話 第二波補個衣服的加工就OK了 所以就是這個樣 那這邊你如果想要省事的話 就是都不想補到 你也可以換兩繩三角 那其實你帶這個也都是可以的 好 我們進關吧 那再來就是另外如果你是 就是 你就是 你覺得說 欸我不一定都要寶具三連嘛 那我也願意看看牌啦 看看牌出卡之類的話 那其實你也可以選擇 像比如說這邊 我們有一張紅卡 那你用暴擊的方式 打過第一波也是可以 那我們 舉例來一下啦 舉例一下 其實如果你真的今天覺得說 喔我今天不一定一定是非要寶具三連對不對 那寶具三連的話 你就開一個這個給牠 或者是你開2技也可以 那如果你要寶具三連 你當然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啊你沒有要寶具三連 你就這樣子 可以省一點時間啦 可以省一點點時間 if you want OK 那這個其實就套用到之前很多觀眾跟我說 啊 第一波預賽的時候對不對 就說摩根也可以打暴擊嘛 暴擊打一二波 其實如果我自己盯著螢幕打也會 可是很多時候我就跟你們講了嘛 就是能審視最好 最好是你按三個鍵 你就不要去看牠 然後再回來再按三個鍵 那就比較節省時間 好那我們操作就一樣 我們就繼續正常的操作嘛 那這邊就是 兩個加NPG都丟下去 所以換句話來講是什麼 你們有沒有發現 如果我今天不要換人的話也可以 我今天如果不要換人 就是這兩個50NP 流到WAVE三丟 那剛那一回合就是直接夭籃 一炮炸下去 那也不用奧伯龍了 因為傷害其實基本上也會夠啦 OK 那這邊如果你寶衣傷害不夠 記得衣服加工開一下啊 反正變化很多啦 那有時候我在做的時候 可能會有開到沒開到 你自己再挑一下就好了 那雖然這一波炸下去 大概是13、15萬 那絲可能會不夠 可是因為你如果今天是 你不換人的情況之下 你的衣服是不是就可以帶 比如說極地服啦 加工加寶威 所以傷害也沒有什麼問題 好啦 那反正我們現在就是 正常操作流程 6加是這樣 假設你要三寶具 那你不要三寶具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講嘛 第一波就暴擊打過 那衣服你甚至可以帶洗牌的 確保說你一定有紅卡 反正方案很多啦 自己想想看吧 那這傷害絕對就溢出了 就沒有什麼好商量的了 那這邊他這就是妖籃的部分 你要6加 你要6加成換人不換人都可以 但是換人就有可能是 不換人就有可能會卡 那個牌的問題 那看你要不要賭 我是覺得算可以接受啦 如果你真的不想換人 你有想練衣服的話是可以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下個隊伍吧 第二組是泳裝莉莉絲 感謝老婆的帳號 對因為我又沒有 好啦那這一組呢 理論上 我先講喔 理論上可以6加成 那我這邊選擇5加成的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莉莉絲只有寶1而已 那這個地方你如果要用泳裝莉莉絲 呃作為這個6加成的話 我建議是寶3會比較適合 那如果只有寶1的話 我是推薦你就乖乖5加成吧 會比較容易 那因為等一下我就會跟你們講說 為什麼 那然後戴上兩繩三角的禮裝 戴上兩繩三角的禮裝 那選擇換人 那隊伍基本上 雙樹傻跟奧伯龍 那這邊的奧伯龍就必須要滿技 因為NP會精算的非常非常的精準 好那寶1就可以 然後加上5加成 我是覺得算是可以接受啦 就是因為很多人喜歡莉莉絲嘛 那想帶著自己的老婆 自己帶著自己莉莉絲上去練伴 我覺得是OK的 那我們來看操作吧 那這邊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莉莉絲要在第三回合吸NP回來的關係 所以我們要做第一件事情 這邊的操作要比較特別 你先丟完一隻樹傻的技能之後 把奧伯龍換上來 這樣子奧伯龍等下才會有30NP給莉莉絲吸 好那反正奧伯龍基本上先不用動 那就技能全部丟給莉莉絲 那雙樹傻開完之後 莉莉絲自己的1技放下去就好 好那這邊我們直接開炸 當然啦那如果你想選擇 比如說用暴擊啦 普攻收掉也可以 隨便你們 反正我示範的就是 最不需要補刀 什麼都不需要動到的狀態 好 就是最穩妥啦 那這邊基本上你的NP要回到32 如果你是寶1你要6加成的話 那第一波你必須先把對方打殘 可能3、4萬血吧 就是反正血量要壓到一定程度 才能夠靠鞭屍回收回來 那因為我們這邊是用加成禮裝 所以比較容易 好那50NP直接下去 那這邊呢 因為副作用的關係 所以等一下我們的NP會打出過量 那如果你擔心你NP過量的不夠的話 你就開1技 那這邊我測試過是剛好 然後GiriGiri在極限啦 我就不開了 那你如果自己測試可能差1的話 你可以開開看那個加攻的效果 能不能幫你多回一點點 好剛好60有沒有看到 那因為奧伯龍2技的副作用會再扣20 所以變成40 那40是什麼呢 那莉莉絲3技是不是可以一人收C30 剛剛好完美100 然後就可以開砲了 那如果說我們剛剛沒有先換奧伯龍上來的話 那奧伯龍身上只會有自己的20NP 那就不夠7了 那或者是你可以選擇幫奧伯龍開那個輔助技能 那開了也有30NP 但反正我的意思是 你懂嗎 如果你們真的漏暗的話 反正就是這樣的一個操作 那這邊要不要開也不用開啦 反正傷害也是過剩 如果你帶兩神三角的話 就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啦那寶依就很輕鬆 莉莉絲 哇塞 不愧是 不愧是那口小熊貓貓的帳號 哇塞根本是禮裝女王啊 好啦 那 那個 如果 補充一下 因為兩神三角在平常的增加傷害比較大 如果這邊你用的是黑杯 我個人覺得應該回收會不夠 所以可能要塗滿的兩神三角 這組呢 是我覺得可以六加成的配個暴擊 不換人的組合 我覺得是OK的 合理性蠻高 那白槍的位置你可以換成艾蕾 因為反正50NP自衝就OK 小小的一個差別是 因為白槍有混沌特攻 他打在瑪斯身上的傷害會比較足夠 那艾蕾是D特攻 那瑪斯是天署 所以剛好沒有辦法發揮效果 這個就看你自己的寶具等級啦 反正你們自己調整一下 那這邊我是建議帶這張可以換牌的 那T1 反正你只要洗到 一張紅卡或者是 綠卡藍卡有兩張 或者是一張 應該可以過啦 反正我們就實際操作一下吧 那這個方法也可以套用到摩根啦 或者是其他人身上 反正就是 如果你T1想用暴擊打過去OK 好那開場就是技能全下 然後下3跟2 1技就不用丟了 因為反正那個爆一下就會死掉 OK 那你就看夠不夠 夠的話就一張B卡就可以了 那或者是不夠的話 你就湊後面的卡 反正戳一下就死了 那這樣也很輕鬆 那這個是我們的6加成 好那這邊開下去 因為反正等一下還會轉好 那我建議如果你是用白槍的話 這邊衣服 呃 不會講衣服對不起 就沒有辦法加攻 所以呢 可能寶2的白槍需要補一小刀 有機會啦 所以要是你真的 假設T1你沒有用到洗牌 那這回合你沒有白槍的牌 可以洗一張給他 可以試試看 你看會有大概差一點點 可以洗個後面的配牌給他 會比較保險 那如果你保3保4以上 當我沒說 或者是你可以吃個百級之類的 那這邊就下去 好 然後NP就滿了 那因為白槍有回衝的關係 甚至你都不需要 呃 那個第三回合你 甚至用這邊的20NP就可以了 當然 這就是 隨便 好 那這邊呢 白槍因為有混沌特攻 所以瑪斯基本上一定死 就無所謂了 這邊的配牌就沒差了 欸對不起 我話說早了 呵呵呵呵 Sorry 我話說早了 我剛剛前面測兩次的時候 都打得死啦 好啦 那 那 反正就是這個方法 那如果你要更穩妥嘛 啊 我就剛剛那句話嘛 你就換兩繩三角上來 我覺得就可以了 好不好 兩繩三角基本上就一定不可能打不死 就完全沒有問題 好的 以上幾個呢 是我自己覺得 使用上比較方便 而且實戰性上比較高的隊伍 那如果你有一些高寶的奧伯龍啦 或是高寶的妖籃 也有所謂的 妖籃雙奧寶隊 甚至是妖籃丹湖丹奧寶隊 都有 那還有比如說像是混搭的 像是白槍啦 混搭妖精蘭斯洛特 混搭奧寶這樣子 但是這種可能對他們對於 寶具的要求 基本上就是比如 寶四啦 寶五啦 甚至是一百級 滿金狗 這些有的無的的 那我們 因為畢竟大家的隊伍都不一樣嘛 我就比較不講那些 比較專門特殊的取向 那如果大家自己有高寶妖籃 你們可以試試看 呃 單妖籃雙奧寶隊 那比如說奧寶自己也可以處理 一面這個樣子的方式 也有 那就大家自己試試看啦 好不好 那反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樂趣啦 找出自己隊伍方便的方式 那我這邊列出來的 可能就是比如說 寶一寶二就OK 那我覺得也不會操作太過複雜 或者是說補刀率 呃太高之類的 那即便像你看剛才我 白槍需要補刀 那也是換一個 那個叫什麼 呃 呃換一個那個 呃 李莊奇就可以搞定的事情 好啦 那就感謝各位的收看 有什麼想法 或是大家有什麼推薦的隊伍 呃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給其他人做個參考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好啦 我要回去追莉莉絲的屁股了 掰